台北市市民党议员苗伯雅在直播中爆料 民进党立委徐晓鑫身穿多件高档名牌服饰 包括劳力士香转女表新台币29万2500元和IoV连身权 新台币10万1200元 苗伯雅的爆料引起乐意广受关注 对此,徐晓鑫18日出面回应 表示那件IoV洋装是一人与美人多年前送给他的 并非IoV品牌,要求苗伯雅为造谣讯息道歉 苗伯雅则表示 难道现在评论政治人物的穿注就会触犯法律吗? 他说,昨天的直播初中是认为徐晓鑫的穿搭很赞 想研究一下他的日常穿搭 后来才发现徐晓鑫身上有这么多精品 所以就介绍给大家 如果徐晓鑫连这样都要告 他现在是改名叫徐晋平吗? 难道大家都不能评论他吗? 苗伯雅说 他强调,蓝营政治人物也常批评绿营对手的穿注 难道徐晓鑫认为蓝营绿不能? 苗伯雅并出示了徐晓鑫身穿的ROV连伸裙 并与ROV官网的相关款式照片进行比对 他表示两件服饰几乎一模一样 他不愿相信徐委员会穿高防瓶 不过,苗伯雅强调 他昨晚在直播中介绍了七件物品 今天徐晓鑫只关注ROV洋装一件 表示其他六件可能如徐所说的那样 苗伯雅进一步指出 如果徐晓鑫其他六件物品都是真品 那他就有财产申报的问题 例如那只劳力士表 不管具体款式如何 但价值肯定超过20万 他应该要申报 但过去的财产申报中却没有这项 苗伯雅表示 徐晓鑫大可以说那些都不是真的 或是跟别人借的 他认为政治人物应该平常心面对他人的评论 不必过度激动 会赚钱舍得花钱也不是坏事 对于徐晓鑫称那只劳力士表是老公送的 苗伯雅则回应 送的上面应该有写是劳力士吧 老公这么喜欢他真的很棒 只是说财产价值超过20万就是要申报 但他过去财产申报都没有这项 这方面更正就好 不用激动 Mailboard也说 有时大家只是出于好奇 想了解公众人物的生活状况是否符合其收入 包括有人发现徐晓鑫年可存400万 却又能维持高档生活 这也让不少人羡慕他的生活方式 大家会关注公众人物的表现 是我们要接受的 这场有关徐晓鑫穿搭的争议 再次凸显了政治人物隐私和公众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 在资讯透明度越来越高的时代 公众对于政治人物生活的关注也日益高涨 未来双方势必需要选求一个更为妥协的互动模式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